主席 市長 我們這組很輕鬆 也已經快結束了 再撐一下好不好 那麼 很輕鬆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更有意義 我要問的是雙子星 雙子星是661的大投資 我們現在1月25號之後 送到這個投審會審查 那麼過了這個禮拜以後 正式卡關進入第幾天 進入第80天 不管中央或台北市 我看新聞都說投審會發函內容籠統 請問投審會請市府提供資料補件的理由是什麼 他們是要審什麼 市長 市長 他說審什麼有國安疑慮 有國安嘛 對不對 上面有寫國安議題嘛 除了認定中資之外 他還要審查你有沒有國安疑慮 中資的認定非常的容易喔 明確 30%實質影響力 可是 市長我請教你喔 國安議題要怎麼認定啊 很難 我不曉得要怎麼認定 很難 你也不曉得對不對 我也一直搞不懂齁 國安議題 對於一個市政府 地方政府來說要怎麼認定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喔 十個單位投審會 十個單位表達意見 市長應該非常清楚是哪十個喔 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單位叫做文化部啊 市長知道吧 文化部 雙子星就是建築 經營商場 旅館跟辦公室 市長你覺得哪一個部分 是要由文化部提供資料給投審會做說明的 我們這個案子裡面 有沒有跟文化部有關內容 我也不曉得他們在幹什麼 你也不曉得齁 你已經在今天講第四次不曉得喔 那我們有提供任何跟文化部有關的這個職權的資料給投審會嗎 這是由最優申請人提供的 那你有沒有去了解我們有沒有提供類似文化部相關的 我們有恰訊了解他們好像對於這個薰莊案公司裡面的一些營業項目 好 謝謝齁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也聊過 市長 找文化部來這個我搞不懂齁 你也搞不懂 我想請問市長 這個找文化部是不是要檢驗你的台灣價值夠不夠 好 你覺得你的台灣價值怎麼樣 出值得如何了 我覺得這個每拖一天你知道他們估計每一個月要少一億嘛 每拖一天少多少 一個月租金就少一億 一個月租金損失一億嘛 租金喔 不是營業有租金 租金就損失一億 台北市政府的租金耶 所以台北市政府急不急啊 市長 台北市政府的租金每拖一個月 這我們可以收的錢少掉一億 是 急不急 我們找了副市長找了捷運局長去溝通嘛 溝通現在目前溝通的效果怎麼樣 投審會的說明是說 還是要等全部的相關單位意見來了 而且要 但是還沒有來嘛對不對 等到現在要八十天了 我們還沒收到嘛 這個我都已經我們實際上都有討論過了 我了解 那麼現在不只投審會 時代力量的這個立法委員也說 不只投審會現在還要在立法院裡面 專案報告之後才能給我們回覆 市長我想要請問一下喔 這個立法院有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位立法委員 可以幫你們台北市政府說說話 市長我問的是市長 好 有沒有哪個朋友啊 藍的綠的啊都好 幫你說說話 回去找找看 好你要回去要記得找齁 每拖一天你自己講的 這個都損失很多嘛 那麼 國安一律為由 如果擋住雙子星喔 市長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 因為國安一律為由 擋住雙子星 市長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會翻臉 你會翻臉 齁你會翻臉 你要記得因為 要提醒你 如果市政府通過審查的雙子星 在國安被克了國安一律的這個罪名 台北市長 接受了 這到時候啊 你這個抹紅的紅帽子 我看你這輩子都拿不下來齁 你會翻臉 好這個是很好的答案 希望接下來 討論公開透明 態度堅定 作為你對雙子星的這個期許 好我們還有一點時間齁 要問你的是 市長你知道台北市一年要負擔多少的超商代收手續費嗎 很多 那個陳志明來的 很多 剛剛那個找局長的時間幫我暫停齁 局長上來的時間暫停 1.27億 1.27億嘛 市長你覺得多不多 很多 那所有的代腳項目裡面 最多最大宗的市長請問是哪一項 那個停車費 停車費沒有錯 停車費就佔了百分之八十億 每年市政府要提供一億元齁 去給超商 一零六一年七年兩年都是如此 比例是差不多的 那市長你知不知道超商代收停車費的手續費 跟智慧支付的手續費差多少 我已經跟他們講過了 這樣他們一定要解決 好 要解決嘛 因為是三點八塊超商代收 如果是智慧支付是零點一二元嘛 但是重點在於如何讓我們的民眾願意使用市府希望期待的工具去繳費 目前我們已經有配胎配 我們也推了九折的優惠 從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億我們看得到市府想要解決問題 可是成效依然有限齁 想要請教市長原因是什麼 幾個選項 第一個 我們市府的APP做得還不夠好可以改進 第二個 沒有誘因 第三個 市民還沒有習慣行動支付 請問是哪一項 還是具體而已我們要怎麼來改善呢 沒有誘因 我已經跟停管處講了這一定要解決 我們 我有要求說在 反正在這段時間我們就在處理 因為那個等那個 因為 二郵卡現在要上線了 電子柱要上線 一定 我在今年要把這個解決掉 沒錯 很好有這樣的決心齁 那我看現在的施政報告寫的是 智慧支付累積的比數 但是我認為應該要更精確的鎖定 透過智慧支付平台 繳交路邊停車費比例的增加 有沒有信心 明年度達到二十趴 我們可不可以給自己一個挑戰 目前是百分之十一點四 市長 這個一定要上線 我想是這樣 他們公運處 那個停管處 還有點猶豫 我想這個我們 我們內部決定 會強制上線